入油價錢就貴了那麼多 不過近來就跌了下來 說回俄屋戰爭的問題 俄屋那裡現在有突破 習連司機其實一直都不肯回應普京所謂的談判 其實他是回應了 他願意跟俄方任何一關談 除了現任總統 你等你換了總統才來跟我談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似乎他是打在上手牌 事實上也是 在戰場上他截截勝利 除了之前在上個月收復了6000平方公里的領土之外 昨天我們說在南部的克爾松 有什麼不同 今天 懸何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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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甚至乎 去到最北部的魯金斯克 本身已經是由俄軍全境佔領的魯金斯克 都推進了 那是因為你拿了來曼這個重要的交通中轉站之後 我們都看過這幅地圖 其實那條大公路就直接走進北魯金斯克城那裡 你說那邊有重兵駐守的 暫時不能進去 但問題是你可以慢慢地沿著公路 去打周邊的城鎮包圍他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開始對這個魯金斯克佔領 這個就很尷尬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是這個魯軍 是推進到過了這個魯金斯克的話 其他三個地方 你就說邊界未定而已 就是這個頓列慈克下面的頓列慈克 接著就是這個紮波羅爾 和剛才的克爾松 這些你在不斷打 其實邊界不斷變 你就說很難定 今天這個佩斯科夫就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就是俄羅斯的 李鋼 李鋼因為他是他的兒子 應該這樣說 俄羅斯的趙立堅 俄羅斯的趙立堅 就被CNN問到 你究竟邊界是邊界的 你今天連最後的法律程序都通過了 現在俄羅斯的國會都通過了 正式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完成了 已經宣布了 現在烏克蘭四個地方 都是你俄羅斯的領土 你說是你的領土 完成所有程序 你竟然不知道自己邊界在哪裏 有沒有這件事這麼荒謬 你現在重奪 譬如你說中國 重奪了唐魯烏梁海 俄羅斯佔領了這麼多年 你告訴我唐魯烏梁海究竟有多大 去到哪裏 你告訴我 你不告訴我 你只是這樣說 那是什麼意思 這當然是狡惑 這當然是心虛 心虛的地方在於 就是因為其實你是輸定的 你贏的時候 我就不用這麼暈倒 起碼你現在自己守住的地方就是你的 你不需要這麼心虛的 普京的說法 就是因為剛剛才簽署法令 還在走程序 所以無法規定 他說要均衡合議 要均衡一起去商議 大家要有共識 才可以定到邊界 大哥 這個也是多餘 參加你公投的人 假設都是你的人 假設都是你領土裡面的人 你參加你公投以外的地方的人 哪裡輪到你作主 所以這個是浪費 純粹就是掩飾自己的 一個養衰 一個尷尬的困境 最大問題說到尾都是徵兵的問題 你見到普京除了軍民合議 這個邊界問題之外 他知道徵兵問題方面 亦都是犯中路 如果不然為什麼連俄羅斯大波人 都要閃過去格魯吉 那裏排隊等走路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他剛剛都更新了一件事 他說暫時延遲學生徵兵的那裏 免得再犯中路 那他最多可以做到的就是這樣的 原因就是 你想想 徵兵徵到一個點 連前國腳都不放過 在很多人的角度 那你真的搞了弟弟嗎 車神的總統剛剛才把他十三十四十五 十五十六歲的兒子放上去 那些人自然害怕 有這樣的典範 那我兒子怎麼辦 俄羅斯趙立堅被人問起 你究竟邊界是怎樣的 的時候他很好笑的 佩斯科夫就說 大哥 你有沒有矛盾 普京現在說那些地方是你的 然後你又定不到哪一屆 然後你還要自己退兵 還要撤退 你說那個地方是你的 然後你自己撤退 然後還有核鵝渣 你有沒有矛盾 然後佩斯科夫就說 沒有矛盾的 那些地方我們會拿回來 你說 什麼時候 你拿不回來 那你現在簽了沒有 你說這個邊界是你的 怎樣定的 這個就是很好笑 變成整件事 你越是真而重之 農而重之去簽約 說這四個地方是你 完善所有的法律程座 這個有人民的授權 原來最後 你說這個邊界未定 然後你自己撤退 整件事就變成了鬧劇 變成了荒謬 變成了小丑 你看很多烏克蘭的推特 都說 例如包圍萊曼 或者他沿河佔領 那些渡口 沿河佔領的渡口 為什麼是私橫遍野的原因 其實就是說 原本在簽約 把這個地方 即將克爾松和盧金斯克外圍的地方 成為俄羅 俄軍收到一個命令 要將這些地方 堅守到普京正式圓 走完程序為止 但問題就是 在烏克蘭的角度 就是圍城就不可以困獸鬥 其實他一直都是留一條路 讓你們撤退 他說明我只要一塊地 你能撤就走 但問題就是 他們走不了的時候 就只能夠和俄軍 留在這裏的俄軍 就只能夠白白犧牲 其實你這些畫面 其實是透過Twitter 透過Telegram 原來就送了回去俄羅斯本土 那裏 俄羅斯本土現在的人都非常震驚 原來要打仗打到這樣 不要搞 對 對 你不是正在贏 你現在正在說 你正在贏 大家就會很開心 你現在不是正在贏 你是正在輸 還要硬要堅守到普京走完程序 什麼時候走完程序 你走不了 你走不了 現在你冰凋煉都沒有用 你現在唯有自己逃命 一邊逃命 然後又簽個地方是你的 這個就是養衰 但問題是逃命的那班人 你回去又被軍法處置 其實另一件事 最大的養衰 就是突顯了你自己原來真的不敢扔核彈 為什麼你不肯定哪屆 就是因為你下不定這個決心去訂核彈 你原本你的核鵝渣就是說 我畫一條線 好了 我原本的目標 我就會告訴你 我作勢我要吞併 我要公投 公投完之後吞併 畫了一條邊界 我只要畫一條邊界 然後阻嚇你不敢再打過來 我怎樣才可以阻嚇你不敢再打過來 就是你一打過來 你有一顆子彈打過來 我就訂核彈 這樣才有阻嚇的作用 原來現在這個澤連司機是每天都打過來 那就證明你核鵝渣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話 你這個拋浪頭的防線就沒有用 你整個公投的如意算盤是失敗了 失敗完之後 你自己沒面子讓睡 然後你那些民軍 你的盟友 譬如車神的領袖 他都看不起你 叫你訂核彈 你訂肯訂沒有 你不敢訂 你訂就低當量 但這個決定又是非常之難落的 你看到的 昨天 普京不是沒有工作的 昨天在英媒那裡 這個叫LBC Leading Britain Conversation 都說普京嘗試去做核事兇一兇人 之後那些人進一步 Reuters那些傳媒進一步 求證的時候 敲你武林工就說 沒有這樣的事 傻的嗎 現在的情況就好像 你和你老婆吵架 你睡在床上 你今晚不要碰我 那床是一人一半的 你的手一跨過來 我就會踢你下床 現在不是 你的腦子 你的臭腦子 越來越過 然後 他還要大自行地躺在那裡 然後逼到你差不多下床 你都沒有伸過一雙腳去踢他下床 你經常做的 那不是 這個比喻是這樣 那你就變成 你的臭腦子以後不放你在眼內 你又在那裏拋狼頭 又在那裏說這些 不靜止 不靜止 不靜止過界 脫賣你的褲子都可以 是不是 床頭打架 就長尾和 就是這樣 現在普京就是這樣的情況 多麼樣衰才行 所以 你現在被人看通了 你之前所說的公投 雞而核鵝渣 其實純粹 一個是 叫做末路狂奔 你嚇得一天 起碼 令到那些人 覺得 普京 他在下盤大棋 他在做事情 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 要相信普京 但現在不是 你現在被人踢爆了 普京的中國的最後通牌 是啊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不能選擇 你問他 他有什麼選擇 他要做的就是 你集結30萬人 我們經常都說 都還有整個月 而且這麼多人逃走 你可以怎樣 好多謝 我們剛剛有位大金主 就是 Sheron Shito 是吧 是呀 課了500元給我們 破天荒 破天荒 亦都課了 課金給我們 還有Grace Choi 剛才我們 我們都沒有說 擲核彈 你們就 我們沒有說 我們沒有說 擲核彈 你就擲銀彈 很多謝你們的 這樣就證明我們比普京厲害 是啊 是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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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ky Chan 難道他給大大面臨要等二十大才可以放 給大大面臨這件事 因為給大大面臨已經賴過一次 還記得上次在東奧的時候 讓他先開幕 等他先完結 等他完結東奧才來打烏克蘭 正正是遲了一個星期 熔雪 聶伯河 你變成了泥地 那些坦克沒辦法快速通過 每次都是 因為你無常限的老友等他等他才會出事 但問題是你今次說等候二十大 其實二不二十大已經是對於整個局勢沒有太大分別 中國現在你雖然說他國內經濟因為爛尾樓問題 因為現金樓的問題搞不定 但問題是他很說不好聽 他吸納的黃金 吸納的糧食 其實仍然是非常充沛的 你說能源這件事 他自保當然他自己是有辦法 他不需要你擔心 甚至有個方案 說買回來的多餘的天然氣 就直接買回去歐洲那邊 這就是《Wash Journal》昨天做的報導 就說中國現在發了一筆意外之財 那筆意外之財 多謝川普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叫中美貿易協議裏面 其中一項協議就是要買美國的能源 你買多了很多 即是美國的天然氣 而這些天然氣 中國就說用不著 說就說用不著 其實這些就是天然氣的五軌運材 左手交右手 然後就賣人情 主力是燒煤的 所以對他來說 買天然氣回來 在他的角度來說 你價低的話 我就買多點 儲存一次過 即是等於第一節 你走去說 李嘉誠其實到現在都積極投地 但問題是投得地回來的價 全部都是低於預期的 原因就是這裏 現在所謂的發了不意外之之財的意思 就是本身在中美貿易協定期間 因為中國買了很多美國的天然氣 現在就有剩下 其實這不是真正的有剩下 其實他在這個時候 他買多了俄羅斯的天然氣 中國的錢就去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他一邊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另一邊也因為中美貿易協定要買美國的天然氣 但買完美國的天然氣 他現在就賣給歐洲 因為歐洲現在要 他等於花費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低價買 高價賣給歐洲 就發了意外之財 就是這個意思 這一個又證明了 其實我們經常說 你說針對中國的制裁也好 針對俄羅斯的制裁 他有一個盲點 就是說 他有很多戰略儲備 你要制裁他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由其他國家去買 譬如這樣 歐洲 是否要制裁俄羅斯 不買他的能源 是啊 你不直接買他的能源 但別說你不可以在中國買能源 中國的能源從哪裡來的 你就是買回來的 俄羅斯也買 其實這一招 正正是學美國佬的 你記不記得 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因為中國說不肯買美國的大豆 這個就是他自己要作勢發囂 我要給你一些顏色 你加我關稅 我現在偏偏就不買這些大豆 我要報復你美國 怎麼報復呢 他竟然買巴西的大豆 巴西的大豆怎麼來的 原來是在美國買回來的 其實不止 你說印尼煤也是 因為當時中國大陸說 他買不到高質的煤 買不到高質的煤的話 他就要在東南亞國家 尤其是在印尼買煤 結果印尼就在澳洲低價買煤 然後倒賣給中國大陸 當你用到這一招的時候 原來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是的 現在說回俄烏戰爭 剛才我們還留下最重要的東西 你打勞金斯克 勞金斯克呢 給大家看一個地圖 我好像找不到 勞金斯克我剛才說了 是全境被俄羅斯佔領的 就跟其他三個地方不同之處 你還可以模糊戰略地處理 就是說我不知哪一層 在打仗 你問我哪一層在哪 我當然回答不了你 那勞金斯克呢 勞金斯克你前景戰友的 現在他越過邊境打你 有顆子丹打過來 那是不是已經啟動了這個核鵝渣 你是不是已經刺激到你 你是應該扔核彈 那個原理就是等於 你說如果打過克里米亞的話 他就會扔核彈 其實你打勞金斯克 也等同打克里米亞 因為那個地方是你全境佔有的 邊界上沒有得賴的 既然他開過來了 坦克開過來了 那你還不扔核彈 而你就是不敢扔 這個就是普京的底牌 底牌其實是很清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不到之後怎麼做 你想一下 李定核彈之後 是一定有報復的 是呀 你可以是 最理想的報復是 美國人的行形式 例如我就是炸你克里米亞的話 這是最理想的 一定是會啟動報復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說 打核戰的話 就是世界末日 因為這叫做Mutually Guarantee Destruction 互相都會肯定是攬炒的 問題是你扔完核彈之後 你自己都會有後果 後果是難以收拾的 我們上次也跟Larry說過 你試試幻想一下 俄羅斯真的要做個決定 他要扔另一顆核彈 你也要想一下扔哪裡 你扔烏克蘭 他會有風吹過來 攬炒的 你逆風向你吐口水 最後那些口水是會吐回你面 一吹南風你就糟糕了 試過了 我年輕的時候我就看著 坐在我前面 小學的畢業禮 我們是救世軍 救世軍有很多學校 一去到畢業禮的時候 把所有救世軍的學校 那些中學 其實是我們那些小學 就會聯繫在一個地方 好像醫館那裡舉行 畢業禮 總之是救世軍旗下 那些 我們一個校巴 旁邊是大間學校的 救世軍的校巴 不知道好像怎樣在那裡 小學界 你知道很喜歡在那裡 你串我我串你 有這麼說 你說核災這件事 就是對著別人的巴士 那個巴士是他前面 旁邊的巴士是他前面 他對著窗口套人口水 大哥 你的風一定會吹過來 你就一下子 就對著自己 就對著自己 就回律標 蘇聯時代 他們不是經歷過 刺爾諾貝爾核災 你刺爾諾貝爾核災 自己重回 自己重回 你自己找自己笨 第一 其實你很難做 你扔到烏克蘭 就等於扔到你 而本身 這個莫斯科 其實你就是在烏克蘭鄰近 那好吧 你不扔烏克蘭 那你扔哪 你扔北約國家 那一起打齊你 所以你是無路可行的 之後你怎樣埋味都很難 有人吹道 甚至說去北冰洋局炸格陵蘭 格陵蘭好像屬於丹麥 是呀 但問題是格陵蘭的冰山大水淹沒 第一時間淹沒加拿大和美國 但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你控制不到轟炸範圍的話 俄羅斯自己本身都糟糕 他自己都是北極國家 他是北冰洋的 是呀 為何俄羅斯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內陸國家的原因 是因為北冰洋長期都冰封的 嗯 是啊 那麼 去到現在 就卡住了 你搞到普京就變了活塞藍 你以前 是不是你那邊的街坊 九龍東街坊 活塞藍 是江洋啊 哦 張君澳 不是九龍東 是呀 有有 即是在那些什麼呢 那些設置的器械 那塊板 那塊板 那邊打飛機 整個東西堆下去 是呀 卡住 拿不出來 最後找消防員鋸板 現在普京就變成一個活塞藍 進又不得退 進退兩難 現在去到 那就是 其實呢 普京就最想 就大到你了 你怕 腳養 然後就跟我談 所以他就說 是呀 我現在公佈了 這四個地方是我的了 然後才跟你談判 是不是 那這個時候 喂大哥 你是澤連司機 你會不會談判 我贏了 我幹嘛去談判 我現在我談判的話 我就會好像 你記不記得 在這個 Winton Fire 林東烈火 講烏克蘭的廣場革命 那套戲 那套紀錄片 就有一個手足 在那裡說 因為其實烏克蘭 有很多民主派 走出來 就叫那些人散水 記不記得 是啊 接著就有廣場革命的手足 出來對著記者說 如果我們聽你說的話 如果我們就這樣撤退的話 我們怎樣跟那些過世的 有些手足交代 當日說這件事 那套戲 原來還在羅金斯打 這麼厲害 是啊 你最難去勸奠 就是這些人 現在澤連司機 在這一刻 他就是戰爭英雄 如果這個時候 他自己上談判著 跟普京對談的話 他就會變成戰爭狗熊 兩件事 當然 他的角色已經是這樣的 沒辦法 而普京都深知這個問題 都深知澤連司機不會輕易退卻 所以 其實CNN的說法 就是普京正在嘗試 是不是可以 擾過烏克蘭 擾過澤連司機 就向那些北約國家 就向歐盟 就向美國人埋手 就勸奠他們 最可能的方法 就是打電話給法國總統馬克龍 馬克龍是契弟 跟普京經常說電話 煲足的 是不是 有很多人 那就